坚果R1详细评测 距离上次旗舰机发布足足过了一年半 也距离锤子科技正式成立六年后 坚果R1正式发布在开场不到一个小时 R1完成了其包括硬件和系统在内的全面展示 最终起售价格是3499元 首先我们来看看外形设计 不是我想用虚头发脑一子来形容一款手机 事实上当年拿到这玩意儿手机之后 相对方正的异形屏造型和有些弧度的玻璃扣壳 都带来了不错的观感 比轩软土炒汉太多了 而且手感也相当不错 具体来说R1是坚果系列当中的心机当中 边缘过渡最为顺滑的一款 配合不错的屏占底和背壳贴合弧度 握持感良好 指纹logo与背面还是融合 和差异区分度也不错 线性马达震感又十分提升 手机本身的侧面按键也比较精简 左侧只有一个可定义快捷键 我们在发布会之前脑洞是这样的 这颗快捷键怕是不能像标杆一样上下左右的 推出不同功能 实际来看可以点按长按 配合音量键等按钮进行复合按 并且设置了各种功能 对于Smart OS这种素材功能比较多的 设计来说是一种简单的简化体 不过从坚果转型起见坚果二一 吃了些按贵 比如反复法玩会觉得和签约系列差别不大 这种心态还体现在 看坚果Pro很有设计感 看坚果二一就感觉平平 而二一自身小问题不少 比如有不少人认为 这一代的续冰线有些化神天族 比如黑色机身背面很容易沾染有雾 坚果二一采用了下股去年所说的 美人间异形屏幕切割 显然对比下股斯家的产品 这颗前置镜头的影像效果不错 指定小一些 发布会上说 系统把UI通知栏两侧 常年设置成黑色用可通知显示 所以视觉上看不出异形来 不过也有人说了 你这个顶部一个黑条看着不通透 所以系统其实有人把美人间 所以系统里其实有把美人间正常显示的通知栏造型 这么看镜头的剑并不大 但是因为视觉的不平衡 相比刘卡 似乎看有些错误 当然 把这一类一眼内共同的难题 又给罗老师理不公平 只是机身下部 这次坚果二一的处理有些怪 顶部还是圆角屏幕切割 到了下部就该知晓了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操作原理呢 显然 骁龙845加6JB或8JB RAM肯定是业界主配了 最终25万多分的水平可能和发布会上 收到27万前有差距 不过我们的观点可能和老罗不太一样 旗舰都这个跑分了 你整个比谁高一两万没啥意义 说一下游戏体验 由于这次坚果二一的屏幕强了18.7比9 打游戏时就算屏蔽角每人见 实际比例也是主得的18比9广视角 凌晨由于匹配玩家太难 我们选择网者路要高帧率运行冒减模式挑战 画面帧率稳定在57帧上下 而在安兔兔自在的15分钟压力测试下 二一总共掉电12% 电池温度控制在45度 两项数据基本于小米MIX2S看着表现类似 再说充电原装的18万快充 并且充电线是双TAPC接口 能够兼容新的MacBook之类的电源了 这一次双摄上R1配备的是索尼MX363传感器 主镜头1200万像素 双摄副镜头则是MX350 在这两个镜头上 你能见到四周光学防抖 八片式过滤镜头等起见标配 同时还有可能加入实时背景刷算法 超解析算法 视频防抖算法 HDR高动态范围调节等技术 如果没记错 这与小米MIX2S的主镜头方案三一致 总结 我相信大部分锤粉对这个舞台的爱 来自于其独立的设计与思考 持续扣动的价值 但如今 安卓之营的大环境 和锤子的体量来看 好手机似乎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命迹 所以在评设里面 我们尽量避开老罗避开差异是套产品 二一按照这个角度看 各方面令人满意 好份外观拍照游戏如今杂流行趋势都有了 表现也令人放心 他几乎可以说是目前三千元价格单位 可以替换任何一款产品的新选择 坚果二一详细评测